協商兩個條 你再來不想協商 那我打包的對不對 你以為可以吃菜味喔 打包 以為你在吃菜味喔 我是餓到還沒吃午飯啦 不能打包啦 原住民的法案啊 在協商的時候民進黨不來的很多次啊 很多次啊 但是會讓你討論嗎 人家神發會都有到喔 對 那個阿姨 神發會都有到喔 欸 那個是他 所以正確討論 你馬上就被打臉了 人家有來喔 所以不想要請責對不對 不是 沒有來就送給院長協商 沒有繼續協商 後面你不覺得很難 但是我們有來喔 我們有來的要討論啊 曾天才委員 送給院長協商 我們有來的委員要組條繼續討論啊 如果主席要停在十五條之二 那就再擇級協商 我們接著十五條之三 你不要到這邊來亂出草好不好 你自己要我發言的 話都不會講 本來沒有要發言的 你這個叫白木 謝謝你讓我發言 你當頭目 你當白木 你當白木 我覺得我沒有資格當頭目 我那個有標準的呢 不是隨便可以當的 英跟德在法律上 那整個用語含語完全 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聽一下我這邊講 今天我們是在協商 不是在審查 那如果說協商的重點 先聽我說 協商的重點應該是說大家有沒有共識嘛 那沒有共識就是就送院會處理嘛 應該是這樣 這是今天會議的目的 那我又回過頭去講誰提案怎麼樣 內容又怎麼樣 不是因為就沒有共識了嘛 不是今天 不是到院會 對 因為今天有林委員提說到院會再講 因為今天是協商 那協商就是說 你對於提案 我跟你講啦 主席我跟你講一句話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啦 我跟你說啦 今天如果是台灣民眾黨提案 你敢這樣處理啊 他們就跟你們翻臉啦 你看你們連手 你愛怎麼樣 今天提案的人沒有來 那既然提案 你這個閹割自己啦 提案的人既然已經提這樣子了 那就是沒有共識嘛 就是沒有共識啊 那你現在要回過頭去變成主案 主條審查嗎 你今天要把協商要完成說主條審查 就每個字 然後你去批評每個提案人的意見怎麼樣嗎 不是 那只有 你講的是對的 提案人講的都是錯的嗎 我們應該尊重他們吧 提案是他們 你們既然有意義 不認同他們的想法 那就有意義 我們就送院 用會處理嘛 今天協商應該是這樣 講一下好不好 十五條之一 還沒審 還沒講到 還沒講到 十五條之一 我舉了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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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十五條之一 既然大家沒有共識 那就送保留 好 第十五條之二 其實啊 我不管怎樣 我舉手舉了兩分鐘 不用我講話 台灣民眾黨的 沒有講過的到底 主席啊 主席啊 今天是協商 不是 不是你的演講比賽 好不好 你不是你的演講比賽 你讓委員講一下話 不是要委員舉手 舉這麼久了 我舉了那麼久 協商不就是大家講話嗎 來 沒有十五條之一 我只要最後做一個我的意見的中整跟補充好嗎 主席啊 協商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這裡 主席 就因為你們在委員會陌生的討論 在委員會沒有辦法逐條 協商就是審查的延伸 等一下十五條之一 我還沒有講完主席 我還沒有講完 有意見 主席協商跟主持的這一 跟主持委員會不一樣 可是我十五條之一 我還沒有講完啊 協商就是大家 要意見要表達才能協商啊 我還沒有講完嘛 在急什麼 不是啦 文武師 十五條之一 我要補充我為什麼反對的理由好嗎 我們現在在檢查第十五條之二 十五條之一保留送院會 那現在第十五條之二 請問最後第十五條之二的條文 大家有無意義 這種協商是什麼意義啊 這是什麼協商啊 不然我講錯 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一直在舉手 我舉手舉了三分鐘 不讓我講話 等等 那個要不要讓其他的黨員 再說一下 協商一下 奇怪了 這麼阿拔 所以我現在已經在說 第十五條之二大家有無意義 有想聽聽看我們那個提案的黨員 那你要看他想不想講嘛 好 那那個 黃委員那個 中招委說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意見要補充 十五條之二的修正啊 事實上 相對的是在第二項的部分 過去啊 立法院之間是 司法十五條之二的第一項跟第二項 第一項本來是規定就 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然後第二項呢 是就 總統救急職權相關的 國家大政方針 那第一項跟第二項啊 在課題面 過去 在法條的文字上面啊 有出現 彼此的銜接 不是非常密合的狀況 所以我們針對文字上面的調整 使得十五條的 之二的第一項跟第二項 就總統職權相關的大政方針 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 就課題 規範課題面啊 的事項 寓意做統一的規定 說明 好 那 提案的台灣民眾黨已經 說明完畢 好那中 中招委 那麼感謝民眾黨團黃總招的說明 終於我這樣才知道 喔 因為只是把原來 第十五條之二 第二項 的 第二項是 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 他把他從底下 拉到上面來 重複一次 就是排聽議程之後 他本來是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還要再加上就總統職權相關的國家大政方針 所以總統來 只能就總統職權相關的國家大政方針 顯然是台灣民眾黨所肯定的 所以他在第二項 要再重複一遍 本來就有的是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 那第一項呢 也要就總統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 我這樣理解應該沒有錯 就是其實當時我們在立法院職權行政法第十五條之二 為什麼對於一個本來由國民大會行使的總統國情報告 他要特別在十五條之二裡面強調說必須就總統職權相關的國家大政方針 才能夠來進行報告 就是因為要區隔於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憲法的一個五十條民文規定 避免立法院對總統問一次 對行政院問一次 顯然跟對總統跟對行政院長問的要不一樣 所以呢 四五條之二當年就把它區隔出來了 所以呢 就台灣民眾黨這樣子 把這樣重要的一個憲政分立的精神 區隔出來 在第二項要表達 在第一項要表達 我覺得 就一個法理上精神一致性 我是支持的 但是呢 就他文字上的表達 需不需要重複在第一項跟第二項都重複表達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但是至少呢 我覺得 這個方向上 就是尊重原來憲法的體制的精神 十五條之二當年放了這個 就是要跟行政院長與世區隔啦 所以呢 我在這裡還是要提醒一下 因為接下來我們還有十五條之四 怎麼看不到十五條之三啊 我再去找找看十五條之三放在哪裡 那十五條 十五條之三可能沒有修正啦 我在猜應該是沒有人提修正 那我這裡還是要 跟我們在場的委員呢 做一個意見交換 就是說 其實我們目前立法院從國民大會接收的職權呢 歷經多次修憲的變革啦 憲法本文當中 人事同意權司法院的考試院的人事同意權 不是由國民大會也 不是由國民大會行使 是由監察院行使 當時立法院有的人事同意權 是對行政院長的人事同意權 是因為後來監察院去國會機關化之後 監察院的兩項對考院和私院的 人事同意權在跑到了國民大會 那又因為國民大會廢止了 才跑到了我們立法院 所以我還是要一段要強調的 原來憲法本文的架構 它其實是五院制的區隔是清楚的 雖然我們不盡難同意這五院制的設計 但是經過幾次憲法徵條文的第三之後 我們發現立法院從廢止的國民大會那邊 接收了一些儀式性的作為 那可能會衝擊到原來 憲法本文的架構上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架構 以至於十五條之二 他必須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當中 特別慎重的去區隔 對總統的國情報告 他的內容總統只限定於 他總統職權所在範圍內的國家大政方針 不會去跟行政院所處理的政務 必須向立法院做的報告有所重疊 我是肯認這樣的一個區隔 但是也有這樣的東西反正 反過來證明 其實十五條之一跟十五條之二 是證明了十五條之一 他這樣儀式性的行為 顯然會造成憲政體制的問亂 所以當年在立法的時候 才增加十五條之二 把這個總統的報告限制於 跟總統的職權有關的國家大政方針 這樣的一個情況而已 等於是你找了一個 開了一個門 可能造成麻煩 又趕快關上一個門 這個門開開關關 又打開又關上 就是因為憲法本文的憲政體制 是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條文呢 因為十五條之一已經保留了 那十五條之二我本來 是認同民眾黨 強調總統職權相關的 這樣的文字的精神要貫徹 但是至於文字上的表達 是否要兩邊都表達 我覺得可以討論 以上 那謝謝 那請吳委員發言 我是不支持民眾黨的這個提案 我的理由是這樣子 十五條之二分兩項 第一項的發動者是立法院 立法院可以經四分之一委員的提議 然後院會決議程序委員會排案 就邀總統來 這是立法院的發動權 所以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是總統自己主動要來 總統是主體 所以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 他可以得知情立法院同意 然後他到了立法院來 所以第二項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是總統他主動想要來 所以當然就是依原條文 他自己認為他想要來報告的內容 跟他職權行使相關 第二項是沒有問題的 但第一項是立法院邀請總統來 要邀請總統講什麼 是我們在討論第一項是維持原條文 還是民眾黨的版本 我認為就憲法的授權 好這都是總統就是負責 國防外交跟兩岸的議題 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原始條文就是 立法院如果邀請總統來 就是依據國家安全相關的國家大政方針 因為這樣才不會讓立委邀請總統來的議題 是譯出總統的直接職權 他是包山包海 其實已經看到了這樣的狀況 昨天在程序文會 不管是國民黨的提案 或是民眾黨的提案 當中寫到邀請 未來的賴清德總統來到立法院 國情報告的內容事項 每一項都溢出了總統的職權 也就是每一項要問的 都是行政院院長對立法院負責的選擇 所以為什麼我反對第一項的修正 我認為還是要維持 因為立法院要對於國家相關的所有的事項 是對行政院長提出質詢 如果立法院要發起邀請總統來 就是很清楚跟行政院長 他認為在行政院長的質詢當中 沒有辦法獲得更清楚的國家安全 相關的國家倒政方針 才邀請總統來 所以不能讓第一項改成現在的文字 那就過當的包山包海 又重蹈覆測 又重新去漢格了 憲法第53條跟57條 就是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行政院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所以我再講回來 剛剛主席一直不讓我在15條之一繼續發言 我在這裡一併重複 15條之一我反對的理由是 他違反憲法第53條 以及違反憲法第57條的原則 對於立法院負責的是行政院院長 所以第15條之一 讓國情報告成為常態化 每年就必須要求總統一定要來 這就是權力分立的一個漢格跟衝突 好那15條之二 我也沒有辦法支持民眾黨團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意見 立法院邀請的話 要focus在總統直接的職權 國家安全相關的事項 那總統第二項他自己願意來 他可以比較open 他想要跟國會對話什麼 只要總統認為跟他職權相關 他可以來發表 好所以我報告我的意見 我沒有辦法同意民眾黨團的這個修正 林委員 主席我想今天我們委員會的協商 我現在整個聽起來可能我們很難達成共識 所以我建議 要講到 到院會再把他講清楚 所以我建議全案保留 全案保留 我們今天否則這樣的協商 沒有 我沒有 我實態不是這樣 所以我 我就是跟主席 建議主席 跟副公司不一樣 我很溫柔 我是建議主席 就這樣來做 不會啦才剛開始 才剛開始 大家就沒有共識 我們現在是在補進度 因為委員會主席沒有討論到 現在只好補進度 OK 到院會再把進度 好那請問那個民眾黨的想法 其實針對這些條文 我覺得 從前面這幾條的條文 看起來 連 最沒有 太大爭議的部分 譬如說剛剛第15條 都可以去扯到 跟這個條文本身沒有關係啊 的彈劾 罷免 不信任投票 複議 然後連 記名投票 表決 到底要怎麼進行 這些事情都要牽著到條文裡面 的討論 所以看起來 針對 許多的條文啊 事實上 我覺得 是沒有辦法 達成 什麼樣子啊 的共識 當然啊 在整個發言的時間上 我也都很劫勢 主席需要我做說明 那我就說明了嘛 那 其他的部分啊 我覺得 可能在整個 處理的程序上面 我會尊重 我會尊重 主席這邊 相關啊 的一個裁議決 那我覺得 剛剛那個 林斯敏總召 他 沒有 林斯敏 你是書記長還幹書 不好意思 首席副書記長 不好意思 首席副書記長 他表達的意見 事實上也值得主席啊 來參賽 謝謝 好 那 既然就是 國民黨團 以及民眾黨團 的想法 應該是一致嘛 那我們 既然大家都沒有共識 那 呃 主席這個就很吊詭啦 吊詭就是說 我們本來在 委員會 我們要主條審查 你們的主條 保留 你們全部都保留 說有意義協商再來討論 然後朝野協商 然後變成繼續保留 啊意義沒有共識 在送院會再說 這個實在是喔 我們必須要向民眾負責啦 委員會 那以後就很簡單啊 所有的院會 都可以不用討論 然後直接 全部都是 來送入 朝野協商 那朝野協商 就說好 大家都一致都不一致 全部保留 那意義要 他存覺的院會 都打通比賽得了啊 這個都是 把我們自己 立法委員做小了啦 想要擴權 然後 卻把自己的 職權的一個行使啊 全部都閹割掉 這不好啦 那個 來 對 那個 主席喔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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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主席要怎麼裁決 齁 我們大概 就猜到也知道了齁 但是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我們 我們對於 民主政治的一個 基本的 一個一個 我們的一個 一個基本理論 根據啦齁 就是說我們會相信 討論 他會產生一些結論 這才是 這就是為什麼 這時候會有 朝野協商的制度的 產生嘛 所以如果都認為說 欸 講一講啊 沒有共識 那就保留 那這個我們其實就 連這個委員會的 什麼大提討論 包括法案 那就是需要很大的耐性 這就是我們 在每一黨的黨團幹部 大家都很大的耐性 有時候 協商到半夜 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竹目 竹科 齁 齁 就這樣在協商 我相信林志明也參加過 對 齁 那這個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大家相信 在有一些 有一些 說這些議案 在不同的意見 在討論協商之下 他可能會產生 可能會產生共識 也許結果是沒有共識的 但是一開始還沒有討論 就是說啊 看起來顯然沒有共識 我認為這個就 就會讓整個 整個制度空洞化掉 那以後 朝野協商就這樣來 那以後 朝野協商變成多 多此一舉 因為來了 就跟 雖然 朝野協商只是不能表決而已 那就跟委員會一樣說 啊這個 那就保留 就保留 好 謝謝 所以我再說一次 我 我個人反對 主席的裁決 但是這最後主席 你要怎麼裁決 是你的選領 但是我反對這個裁決 因為我認為 應該要逐條的來討論 即使最後結果是沒有共識 也是經過討論之後的沒有共識 而不是主席 主觀認為沒有共識 今天是 黨團的協商嘛 那因為 國民黨 黨團以及民眾黨 他們都 表示 希望 他們都認為說 沒有共識 那希望全案就 送他們 後面還沒走 你怎麼知道沒有共識 我現在在轉述 另外兩個黨團的說法 你叫做問我的意見 你到25條也很美啊 我剛剛在 中委員 我在轉述兩個黨團的說法 不是我的意見 好不好 所以我剛剛 您再仔細聽一下 我跟您報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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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馬上會說 好 我跟您報告一下 中委員 中委員 我跟您報告一下 我剛剛說的是 國民黨黨團以及民眾黨 他們表示說 沒有共識 希望 全案保留 送院會 好 院會處理 那我現在 轉述的是 那他們兩位的意見 那你不要又扯到我身上來 那 喂 那個主席 一協商是這樣啦 因為您顯然都蠻偏聽的啦 在場有 中嘉賓招委 中瑞雄委員 有審法會委員 有吳思瑤委員 我們四位都主張 因為委員會的主條討論被剝奪了 我們在協商的時候 可以好好來補進度 趕進度 把他補回來 我們有四位委員是這個意見 但是呢 在場國民黨只有林思敏委員一位 民眾黨只有黃國昌總召一位 所以呢我們有四位委員的聲音要逐條討論 那你為什麼偏聽 只要聽兩位委員的主張呢 而且我可以預言 我可以預言 大家不要輕信說 今天打包協商了 請讓我講話 我在發 我在發 我在發言 喔我是主席 我是主席 主席請跟著我的發言時間好嗎 請跟著我的發言時間好嗎 我們今天叫做黨團協商 不是個別委員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沒有辦法逐條討論 那今天的進度就是到十五條之二 好今天逐條協商到十五條之二 那你要再排下一次協商 再針對十五條之三繼續協商 那這樣我可以同意 因為今天你們不想討論 協商就是這樣啊 協商沒有講到一半 在場多數的委員說 我們都還要逐條討論 然後另外的少數委員說 我要打包 那這樣什麼都被沒收掉嗎 而且我可以預言 我可以預言 在聽線上直播的所有公民朋友 我可以預言 送到大會的時候 或是送到韓國瑜委員所 主持的朝野協商的時候 一樣同樣的理由 國民黨跟民眾黨 又說 討論很久了 我們這裡只處理程序 不用討論了 直接一定會表決 我可以預言就是這個結果 就是這個結果 一關一關拖過去 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你們國民黨不就是這個理由嗎 說哎呀有爭議啦送協商 協商再討論就好 結果今天再協商了 又不給討論 然後你說黨團協商不給討論 就推給韓國瑜 韓國瑜的朝野協商 再討論就好 我跟你預判 以你們付婚期總召的阿把 在韓國瑜委員 院長所主持的協商 一樣是不准討論 直接處理程序 不討論實質 所以我堅持 如果主席說今天到這裡 十五條之二討論到這裡 好那今天協商到這裡 我們只協調了三個 只協商了三個條文 後面沒有 你要繼續再排協商阿 我們等你阿 我們願意阿 我們願意阿 沒有說協商只討論兩條 就說整個打包的 沒有 不要重蹈覆測 不要繼續阿把 所以如果主席要才是 要打包協商就是到剛剛的第二條 國民黨民眾黨 第十五條之一跟十五條之二 到這樣就協商到這裡 還要再另排協商的時間 對啊這排協商的時間阿 早起剛來就是這樣阿 領人民的薪水 就是要好好開會逐條審查 委員會已經被沒收了 協商不能再被賠償討論阿 我們現在在趕進度耶 趙偉我建議阿 就今天處理三條可以阿 我給你建議阿 今天處理三條保留 我給你建議阿 那個趙偉 對不對 對啊今天處理三條阿 現在我們早上阿 再開協商阿 早上大家阿 你認為沒有共識的部分要保留 對啊 那我們是其他 還沒有協商的部分我們再擇期阿 再開協商 是啊 這才是程序 我們在各個委員會都是這樣嘛 在各個委員會都是這樣阿 今天就是處理 討論的三條保留 另外沒有討論的再擇期協商 但是無法達成共識也只有前面三條 後面可能有共識阿 不要放棄自我 不要放棄自我 不要放棄自己 不要放棄我們的權利 不要放棄大家的智慧 透過討論可以匯去共識 不要放棄好嗎 不要輕言放棄好嗎 這樣你沒動逃 這樣你沒動逃 不用擔心 對繼續討論 雖然我也覺得很痛苦 今天提案委員居然都沒有在場說明 還有我們要隔空抓藥 要試想他提案的緣由是什麼 正因為今天提案的委員都沒有來 所以主席 我們應該折騎在協商 折騎在協商 那位協商協商兩個條文 再來不想協商 那我打包的對不對 你以為在吃吃菜味喔 打包 以為在吃菜味喔 我是餓到還沒吃午飯啦 不能打包啦 原住民的法案 在協商的時候 民進黨不來的很多次啊 很多次啊 但是會讓你討論喔 人家神發會都有到喔 對那個阿姨 神發會都有到喔 欸 所以正天才委員 你馬上就被打臉了 人家有來喔 人家有來喔 所以不想人家譴責對不對 不是 沒有來 所以要來啊 沒有繼續協商 後面你會覺得很難 但是我們有來啊 我們有來的要討論啊 正天才委員 送給院長協商 我們有來的委員 要逐條繼續討論啊 送給院長協商 只要停在十五條之二 那就再擇級協商 我們接著十五條之三 繼續開始 不要到這邊來亂出草好不好 是你讓我發言的 話都不會講 本來沒有要發言 你這個叫白目 謝謝你讓我發言 你當頭目 你當白目 我沒有資格當頭目 我那個有標準的呢 不是隨便可以當的 我們擇級繼續協商 後面的可能會協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來這邊看 比較接近你 我現在報告 因為有黨團 有民眾黨已經都不出席了 那 不是所謂的沒收 那就是協商 就是沒有協商成立 對 所以說不叫做 不叫做什麼 老師 老師不可以這樣 沒有翹課的同學 你因為翹課的同學 沒有來上課今天這堂課就有下課嗎 那那個 因為 因為民眾黨 黨團 沒有出席 所以本日協商 翹課的學生 由黨團代表沒有出席討論 所以無法達成共識 那 本日文案 就五個主題 因為人代繼續溝通取得共識 後續會依立法院執權行事法 第十二章 相關規定辦理 再擇旗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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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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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擇旗協商 哪有這種 翹課的同學沒來上課 老師說這個學期都不上課 直接畢業 有這種事情嗎 翹課的 因為今天不上課的理由 是因為有同學翹課 所以不用上課 然後大家直接畢業 有這種嗎 要另擇旗協商 要另擇旗協商 不要這麼鬧劇 傅婚期沒有來 你也嚇成這樣嗎 傅婚期沒有來 你也嚇成這樣嗎 抗議喔 主席我們是要求另擇旗協商 另擇旗協商 廣大的公民朋友 大家要看到 沒有 翹課的 翹課的同學 沒有來上課 老師說我們就都不用上課了 要擇旗協商 擇旗協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